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问答理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Bit Canyon的房子 我是Alison 我叫Eugenie 今天我们来的是Newport新港城的一个高档小区 是一个铁门小区 小区环境特别好 它是在一个高尔夫球环绕的区 而且每一个房子都特别独特 你可以看到它跟邻居之间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我们身后这套房子 Royal仙座 前院很大 很适合豪宅的标准 而且外形也特别好看 就是它有三个车库 藏地特别大 在13000室 后院而且有泳池 虽然现在是盖起来 后院就直接就可以看得到高尔夫球场 那我们在了入户门的这个进门 这进门呢 它宽度非常宽 因为我的左边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客厅 那在传统的房子里面客厅有两种 一个是有正式的客厅 还有个副客厅 那这个客厅主要是会客用 所以它根本看不到你的厨房 还有你的family room的这个地方 那然后在右边手的话 就是我们的真的是正式长厅 后面这个是两层楼高的楼梯 它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房子的正式的一种方式 就是它有传统和时代的一种结合 也就是它有做了一些装修 这个是会客厅 会客厅的后面就是厨房 它的厨房就是一体化非常的开放式 它有两个烤箱 一个冰箱 嵌入性的冰箱 而且是以外面丝柜子的颜色 然后六个灶炉 你看得到它这个灶炉应该是新换过的 我感觉它还不错 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Woof品牌的 老的房子的话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就是它阳光性特别强 也就是它窗户特别大 我做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主食餐饮区 他们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可以坐上去 可以小朋友 这位小朋友很喜欢这种很放松的一个家庭参与区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在的是住家庭厅 家庭厅的话它是其实是住住有一靠墙 这一靠墙来隔离了正式厅跟家庭厅的一个区别 其实啊现在的房子来讲最快完全可以打通 在这个房子的后院 当然这个后院也就是一个卖点了 那首先这个后院它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大人的娱乐区 娱乐区包括了游泳池 对吧 还有那个烧烤台 还有一个就是餐饮区 第一个区呢就是我背后的这一块 有热水池 还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就是可以烤火呀聊天啊等等 还有第三个地方就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大家都没有忘记 小朋友也需要玩也需要享受 小朋友的区呢 还有滑滑梯 还有一个篮球干 一楼的话有唯一一个房间呢 也就是这个房间 而且特别大 这边呢我们右边手就是一个很大的 而且空气特别好 这个囚像的话就是从海峰从这边 西南边进来 特别舒服 而且呢它整个空间感很很大 房间特别大 它其实有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露台 所以我还是真的挺喜欢的 然后那进来的话 那进来的话我们它当然看到了肯定是衣帽间 还有一个 它的一个就是 淋浴的地方 淋浴的柜子 就所有的柜子肯定是新的 而且这个 都特别好 材质是特别好的 油漆全部刷过 我们地板的话也是全部晃过 水看起来特别干净 清爽 那最上面呢 还有一个小的水晶灯 把这个墙打掉 把这面墙打掉 那应该是属于衣帽间的一部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油漆间可以分两种 一种就是说 它跟它主人两个衣帽间 或者呢直接就打开 把这面墙全部打开 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你可以看得到 这集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整个高尔夫球的那个全景 还有就是说 在上面你就看书啊 或者是喝小酒啊 匹配的时候 真的吹吹这个寒冬 就吹上了所有的匹配 书房的书房呢 是四个房间之外的一个公间 而且它就正在主人房的旁边 所以呢特别的方便 那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状况 跟它的一个书房的一个格局 那其实你详细的 细节看一看 发现这个主人啊 它是非常热爱生活的 而且它用了东西材质都特别好 包括整一个房子的一个框架 你看到它所有的书房里面呢 所有的嵌入式的柜子 而且包括我们这个穿 整体大冲的一个框架 全部用了丝林桃木 是特别好的啊 这个房间有两个 一个是Jack and Jew 也就是有两个房间 共用一个卫生架 都是通用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空间 然后明显你看到它是一个男孩子的房间 这个就是淋浴 淋浴是这个淋浴 是你邻居的 就是旁边的那个淋浴的房间 这个房间 共用一个淋浴间 窗户特别大 看一下这边 那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边呢它好处是面对是前门 所以你看到它每个房间的话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特点 你看到老房子 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的浴室很多 它会光照到每个房间 各个房位的一个 它的就是景观 我们进来的这个是最后一个房间 也就是二楼的第四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一个套间 所以有很大的遗帽间 有自己的一个超大的空间 有挡板墙 装饰墙 而且呢 它还有大了一个就是柜子 这个柜子看出来 它是相对比较新的 它的一个多余的一个储藏间 还有它在这个里面 我们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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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